左边就是出名的PP Rose Bay 然后这是悉尼顶级妇人区 这边就水边好多私人游艇 还有悉尼非常有名的水飞机场 都在这儿 看看这边 悉尼这个水飞机场 其实我们改天会单独讲一期 因为这个水飞机场有点不一样 悉尼的国际航线 是先有的水飞 才有的陆地的航班 然后这个水飞呢 还不只是说在悉尼有名的 它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水飞基地 然后是澳航旗下的 Quantas旗下 改天我们单独来讲一期水飞的内容 然后我们还会坐水飞去 一个非常 怎么讲 幽静 对这个词要换一下 我们要去到一个非常隐秘的 世外桃源般的餐厅 过了PP之后 从大包贝过来到PP之后 现在上了这个山坡 就到Rose Bay了 然后这个位置其实景色超级好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 虽然我买不起 这儿但是可以从这个山坡上直接看到 整个悉尼的全景 然后你看山坡前面上那有一个像教堂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里是一个学校来的 就左面那个像教堂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犹太人的教会学校 然后这个学校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无敌海景 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整个悉尼东区的最北端 那这里其实看下面第一个碗口就是 Washington Bay 去城市湾 那延伸向内的分别是Rose Bay 大包贝 然后到City 那这个位置其实有点不一样 从悉尼港来讲 这里是出入悉尼内海和外海的必经之路 所以从这边前面我们继续往前走 会到南投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半岛 那这里也是整个悉尼东区最北端的尽头 那从这个出海口出去 就到了我们右手边的外海海域 那这片海其实就是太平洋 但是它因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间 所以这片海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塔斯曼海 其实最早顾客站上来悉尼的时候呢 并不是先直接到悉尼港的 而到现在机场差不多位置 Botany Bay植物学湾那边 先到那里发现的 从那边他们要准备返航的时候 路过这里看到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狭长的海盗 可以进到里面来 也就发现了今天的悉尼港 但那会儿其实悉尼港并不叫悉尼港 而叫Paul Jackson 就是杰克逊港 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 是因为他们穿上有一位爵士叫Jackson 那就像澳洲很多地方一样 就是这个名字的地方命名 往往不一定是以这个发现者来命名 而是会以这个发现者的出资人 或者是他的上级领导之类的 给他来冠名 就是捧一捧领导吗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其实一直到第五任总督 澳洲才真正被作为一个 应殖民地要好好去发展 那其实有很多历史奇迹 这个我们后面慢慢跟你去讲 但是真的到那个时候 差不多1821年左右 才开始真正要去发展那片大陆 那之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流放犯人的 一个流放地而已 因为实在距离英国本土太远了 到今天为止 它的海军基地 依然在这里有一个前哨站 因为这个位置真的很重要 它是可以保障悉尼内港安全的最后的一道屏障 对那这里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当年 法国人有可能来入侵这片地方的 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 那整个澳洲这片大陆 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战火 只有在北面的达尔文 曾经被日军的轰炸机炸过而已 对所以悉尼这里虽然历史不长 可是它所有的建筑保护的很好 就是因为没有战火清洗到这片大陆 那就像我远处看到这片City 一直是这样子一点点发展起来 等一下我们要从这里下渠到下面 去城市湾特别特别有名的一间百年老店 今年已经134年了 一间海鲜餐厅 我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这儿不仅有美食还有美景 这间餐厅就是在悉尼 每个人都知道的Doyles海鲜餐厅 这是一间路的地方 如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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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